标题 我的班长 大纲 引言 简要介绍班长的概念和重要性 引出接下来要描述的我的班长 外表和性格特点 描述我的班长的外表特点 如身材 长相等 描述他他的性格特点 如乐观 勤奋 责任心强等 工作职责 描述我的班长在班级中承担的职责 如组织学习 协调活动等 团结同学 描述我的班长如何团结和帮助同学 营造和谐的班级氛围 关心他人 描述我的班长对同学的关心和照顾 包括关心同学的学习生活 帮助解决问题等 榜样作用 描述我的班长对同学的榜样作用 如勤奋学习 积极级向上等 结尾 总结我的班长的特点和作用 表达对他他的感激和敬佩之情 完整作文 我的班长 班长是班级中的重要角色 他他不仅要负责管理班级的日常事物 还要起到团结同学 带领同学向上的榜样作用 现在就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班长吧 我的班长叫小明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 笑容灿烂的男孩 他性格开朗 乐观 总是充满正能量 他对待每一个人都非常友善 乐于助人 是我们班级里最受欢迎的同学之一 作为班长 小明肩负着组织班级学习和活动的重任 他总是能够积极主动地组织大家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组织学习讨论 为大家营造了一个和谐 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除了工作职责 小明还是一个善于团结同学的班长 他总是能够耐心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 帮助大家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 让大家感受到了班级大家庭的温暖和团结 小明还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 每当有同学遇到困难 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给予他们关心和鼓励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班长不仅要有管理班级的能力 更要有关心同学 帮助同学的情怀 小明是我们班级的榜样之一 他勤奋学习 积极向上 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和喜爱 他的优秀品质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 向他学习 做一个优秀的班级成员 通过小明的努力和付出 我们的班级变得更加团结和融洽 学习氛围也更加浓厚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有这样一个优秀的班长 我会向他学习 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 做一个优秀的学生